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杨 今天的新闻内容可谓精彩分成 首先马斯克在宾西法尼亚州的特朗普集会上 首次亮相强调特朗普是保护美国民主的唯一候选人 并警告即将到来的选举可能是最后一次 这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接下来一项新的研究显示 灵活性与寿命之间存在意想不到的联系 研究人员发现拥有更高灵活性的人 在自然原因下的生存率更高 这为我们的健康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 增加灵活性锻炼是非常有益的 最后香港财政司司长宣布 将有十多家来自中国大陆 美国和欧洲的科技公司在香港设立办事处 专注于爱河大数据领域 这一举措旨在进一步促进香港的科技产业发展 吸引更多创新企业进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he Globe and Mail 报道 亿万富翁科技执行官 埃隆·马斯克首次在特朗普的集会上亮相 他将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描述得极为严峻 称特朗普是唯一能保卫美国民主的候选人 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的集会上 马斯克身穿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 暗示如果特朗普不胜利 这将是最后一次选举 他强调民主党人试图剥夺言论自由和投票权 批评加州限制选民身份的努力 此次集会的背景是特朗普在7月遭遇刺杀被碎的地点 现场还聚集了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家属 显示出马斯克与特朗普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盟 Yahoo!US则报道了一项新研究 揭示了灵活性与寿命之间的惊人联系 研究发现灵活性较高的人在自然或非COVID元引起的死亡率上生存率更高 研究者对3100多人的数据进行了28年的分析 发现女性的灵活性得分普遍高于男性 而灵活性较低的女性死亡风险是灵活女性的4.78倍 虽然灵活性与长寿之间存在联系 但研究人员并未确定灵活性是否是导致长寿的直接原因 专家建议尽管灵活性可能反映整体健康状况 仍需进一步研究其对寿命的影响 Yahoo!China Morning Post报道称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宣布 香港将迎来十多家战略性企业重点关注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领域 这些企业来自中国大陆、美国和欧洲 预计将于下月正式公布 陈指出 邓府设立的战略企业 习成功吸引超过100家创新科技企业 在香港设立或扩展业务 凑造了超过15零个就业机会 他还提到香港股市近期表现强劲 可能促使更多科技企业加速在港上市 显示政府推动市场竞争力的努力 开始见效 Nicke Asia报道 香港的八家虚拟银行在运营4年后 仍未能实现持续盈利 主要原因是交易量低 尽管其中一家银行声称已实现每月净利润 但其他两家则表示离盈亏平衡点不远 根据9月30日发布的报告 这些银行在今年上半年合计亏损打12 8亿港元约合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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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亿美元 虽然亏损额较去年同期有所收窄 香港金融管理局表示 去年银行在吸引客户的高成本 以及疫情限制的影响下 预计在初始运营年内不会盈利 尽管在高利率环境下净利息收入有所增长 但仍不足以转化为盈利 随着美联储开始降息 虚拟银行的盈利环境可能会变得更加严倔 纽约时报指出 尽管每年诺贝尔奖的颁发备受瞩目 但许多科学家和数学家可能永远无法获得这一殊荣 尽管他们的贡献同样重要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 许多奖项相继出现 以表彰那些在诺贝尔奖之外 依然做出杰出贡献的研究者 其中阿贝尔奖自2002年设立以来 每年向一位数学家颁发750万挪威克朗 约70万美元 尽管诺贝尔奖历史悠久 但科学界呼吁扩大奖项类别 以更好的反映科学的跨学科发展 BBC报道 海洋龟在海洋中度过了大部分生命 但他们的迁徙路径仍然鲜为人知 通过卫星跟踪技术 科学家们正在揭示这些海龟 在失落的岁月中的行动轨迹 一只名为Dunner Schell的成年棱皮龟为例 它在巴拿马的沙滩上产卵后 科学家们追踪海龟马拉松 科学家们追踪海龟的迁徙 对它们的生态健康至关重要 海龟作为关键物种 维护着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 然而所有海龟种类都面临灭绝的威胁 科学家们利用卫星技术识别关键栖息地 并制定保护措施 以应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带来的挑战 《环球邮报》报道 随着加拿大的就业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求职者们不得不采取更具创意的方式 来吸引雇主的注意 尤其是在许多公司使用人工智能工具 扫描简历的背景下 求职者们的简历 往往被抛入虚拟黑洞 因此全球各地的求职者们 开始尝试不同的方法 比如制作有趣的视频简历 或者通过社交媒体 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 尽管这些创意方法 可能会带来一些灵感 但最终能否被注意到 仍然需要运气的加持 《环华早报》提到 香港的繁华并不仅仅依赖于 高楼大厦和身着西装的白领 而是那些在城市中默默奉献的普通人 文章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故事 讲述了在这座城市中 更正推动社会运转的 却是茶餐厅的老板 便利店的收银员等频繁角色 此外作者还提到了一位 名叫龟树的女性 她是明朝家具的定基收藏家 认为自己与这些古董之间 有着命中注定的联系 这种对命运的思考也反映了 人们对生活的热情与追求 BBC报道了一项创新技术 研究人员正在为蜜蜂安装 微型雷达芯片 以追踪他们的运动 这项名为BITRAX技术 旨在帮助研究者更好地了解蜜蜂 及其他授粉昆虫的行为 尤其是在面对物种灭绝风险的情况下 研究团队希望通过这种技术 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 监测蜜蜂的迁移和行为 从而提高对受粉者的保护意识 团队负责人表示 蜜蜂的生存不仅关乎生态平衡 也直接影响到人类的食物供应 因此这项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伊纳密度哈萨克斯坦 驻香港总领事阿尔玛斯 在塔吉诺夫希望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推动哈萨克斯坦金融中心 与香港证券交易所的连接 他表示两地可以成为连接 南欧和亚洲的关键枢纽 在塔吉诺夫提到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一带一路以来 哈萨克斯坦与香港的贸易往来逐年增加 去年贸易额已达到7500万美元 他还强调哈萨克斯坦 希望借助香港的港口经验提升物流能力 特别是在农产品出口方面 为了促进人文交流 哈萨克斯坦驻港领事馆 还计划举办更多文化活动 吸引香港居民前往哈萨克斯坦 安华早报还报道了香港的 照护影响者梅丽达 张的故事 作为一名照顾患有中晚期 痴呆症的祖母的二级照护者 他在2019年创办了一个名为 《我的家有个大宝宝》的Facebook企业面 分享他的照护经历 吸引了超过4000名关注者 这个平台不仅分享了照护的挑战和成功故事 还成为了同伴支持的渠道 心理学家指出 分享精力可以帮助照护者释放情感 减轻压力 并促进个人成长 梅丽达通过社交媒体 与其他照护者建立了联系 形成了一个互帮互助的社区 增强了彼此的归属感 美联社的报道则聚焦于 北阿拉巴马大学的橄榄球队 在对阵犹他科技大学的比赛中 以60-14的压倒性胜利 自分为TJJ史密斯表现出色 传球207码并投出4个打阵 此外还亲自冲球得分 比赛中史密斯的接球手们表现抢眼 分别接到他的传球得分 帮助球队在第三节中段 将比分扩大到53-0 尽管犹他科技大学 在最后时刻打破了零风 但他们的连败记录 已经延续到11场 给阿拉巴马大学的胜利 为他们的赛季增添了信心 展现了球队的强大实力 Minamito中国的一家国有半导体实验室 宣布在硅光子学领域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 这一技术有望帮助中国克服当前芯片设计中的技术障碍 实现自给自足 位于武汉的JFS实验室 成功点亮了一个与硅基芯片集成的激光光源 这是中国首次实现这一技术 此项成就填补了中国在光电技术领域的少数空白 并且硅光子学 有望解决电信号在芯片间传输的物理极限问题 全球半导体行业的主要参与者都在积极研发硅光子学 以期在数据处理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突破 预计到2030年 硅光子学芯片的市场将达到78 6亿美元 而中国的市场潜力更大 因其在传统半导体技术上的发展 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限制 《兰华早报》还报道了新西兰海军的一艘 专用潜水和水文测量船 曼罗里在萨摩亚附近搁浅并沉没的事件 尽管船只沉没 但船上75名船员和乘客全部安全获救 新西兰国防军表示 事故发生在该船进行珊瑚礁调查时 具体原因尚需进一步调查 多艘船只参与了救援行动 并且新西兰空军也派遣了飞机协助 国防部长表示 这起事件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希望能够找出事故原因 以便未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西眼案报道 香港警方计划在未来几年内 安装数千个监控摄像头 以提升城市的监控能力 尽管香港是全球最安全的大城市之一 警方却认为新摄像头是打击犯罪的必要措施 并可能配备面部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 这一计划引发了一些专家的担忧 他们认为这将使香港更加接近 中国大陆的广泛监控系统 香港警方已经设定了 在今年安装2000个新摄像头的目标 并计划在未来引入面部识别技术 专家指出香港的政治环境与其他国家不同 可能会导致这些技术被用于政治镇压 随着监控技术的普及 香港市民可能会感到自由受到压制 影响他们的行为和心理状态 项链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 推荐了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并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brief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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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